昨天呢,我那个就是介绍我派发的那件呢,就是关瑶的《月白佑八方高祖碑》那个《善雪文》的节目播出以后啊,我看有几位朋友啊,给我转过来其他的一些那个主播呀,做的节目,还有他们自己本人呢,收藏的那个关瑶作品,就是关于这种善雪文的判断呢,我都昨天给他们回复了,就是他们转过来的那个,说的那些那个善雪文呢, 那都是套话,我昨天都在私下跟他们解释了,他们就让我呀,今天就是能不能把这个善雪文的判断呢,详细的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今天就跟朋友们说一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宋代关瑶啊,开这种善雪文呢,这是他的一个特征,昨天那朋友啊,给我转过来,我看那个,他们转过来其他主播说那个,就指着他们那个作品,说那善雪文呢,那我刚往他们来, 那说的根本就不对,你看他那拿的作品呢,本身那开的大铁线,他说那上面都是善雪文,那不睁着白眼说瞎话吗,对吧,首先啊,就是这样说的这些主播呀,他根本就没明白这善雪文是什么含义,他光听说呀,这个就是在这个宋代关瑶作品当中啊,有善雪文就名贵, 那么这个善雪文呢,从宋代的这个关瑶作品来讲啊,很可能北宋的关瑶啊,也有那种善雪文,虽然现在这个北宋关瑶的瑶纸没有找到,没法进行这个就是从瑶纸上根本的验证, 因为在以前呢,北京故宫曾经做过一个这个右下微观检测的这么一个学术上的这么一个研究,他那个研究报告当中啊,就公布了,他那个右下,包括他对那个南宋,包括宋代关瑶吧,他那个文片,就是那种开片的特征, 因为在这些这个研究当中啊,当时北京故宫啊,对这个45件北京故宫典藏的这个关瑶作品呢,进行这个微观上的观察,但是呢,经过他那个详细比对啊,就发现这其中啊,有6件作品啊,就是那个花口的那个碟,啊,他那个右下特征啊,和其他的45件,其他的那些这个作品呢,都不一样, 因此就把这个,亏口碟啊,啊,就这么六七件吧,就把它单独给剪出来了,剪出来以后呢,就是当时啊,就是判定这些作品和其他关瑶作品不一样啊,但是对这些这个不一样的作品啊,他那个右下观察的那个形态图片,都公布了,在学术论文当中啊,其中啊,就是他公布的两件这些,就是所谓和其他的这些关瑶作品, 不一样的这些,宋代关瑶作品吧,啊,他的那个开片,就是这种善学文,就是在那个图片上,给朋友们展示的这些这个,就是这些特点啊,那么我个人的这个怀疑啊,很可能这六七件,这个和其他作品不同的这个, 亏口的这些小碟啊,弄不好就是这个,宋代这个北宋关瑶的作品,可能是啊,他有自己独特的 一些特征啊,他的六件 作品彼此之间特征一样,但是和其他四十多件这个作品的那个特征不一样啊, 那么就是说,在这些作品当中啊,就带有这种善学文,这图片都有啊,那么从这个其他剩余的这些作品来看呢,啊,就是宋代的这个善学文呢,他那个特征非常明显, 吕长东先生啊,对这个善学文的这个评价啊,他引用的就是,这个明代高莲呢,对这个官哥作品的这种描述啊,因为高莲在尊生八尖当中啊,就说到这个官哥作品,他是把这两种作品是结合在一起说的啊,就是官哥不分这种特征啊,他是放在一起描述的啊,他就说这个官瑶作品啊, 他大概率的特征和歌谣一样啊,从右色上来讲啊,就是粉青柚是最好的右色,其次是月白,再其次是这种这个灰柚,也就是这种柚当中啊,青柚当中泛灰的,也就是所谓那个灰青柚,那是夏品啊,就是高莲,就是把这个官哥作品的,这个右色就按照他的这种名贵等级啊,就是分成三个等级, 也就是说粉青月白,还有这个灰青,那么对于这个文片呢,这个高莲也在他这个,就是他的描述当中啊,他就是说这个好的文片呢啊,就是取这种啊,冰裂,善雪为上啊,就是冰裂文,和这种开这个善雪的这种颜色的这种开片,那是上品啊, 其次是这种开黑片的这种这个官邀作品啊,那种开细碎的文片呢,是下品啊,那么这个高莲的这种技术啊,按照吕成龙先生给他进行的这个定义啊, 也就是吕成龙先生就是把他的这种说法,更直观,更具体化的,就是把这种,善雪文呢,定义为就是土黄色,啊,这都是在论文当中,有这种明确的这个界定的,啊,包括对他的观察, 啊,那么这个故宫做的这次研究啊,他把这个宋代的这种善雪文呢,也和这个明清的仿品,做了比较啊,明清仿品呢,他的图片也都公布了,那你看你把这件那个宋代的这些善雪文,你和这个后仿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的话,那那显然后仿的那个作品的善雪文,他虽然仿,但是他那个颜色色度不够,啊,达不到宋代那个善雪文的那种, 标准,啊,因此啊,就是他这个研究啊,基本就是把这个,南宋观摇啊,他这个柚的特征,包括他这个善雪文的这种开片特征啊,基本讲得非常清楚了,啊,也就是这种文片,按照这个明代高连的记载啊,啊,是开片当中,粉清柚的这种善雪文开片,是最上品的观摇作品,啊,那么这种特点呢, 在后世的仿品当中啊,从这个明清观摇,啊,仿这个南宋观摇作品呢,他仿这种特征,他就仿不到宋代的那种标准,啊,那图片一对比,你看那个,这个明清观摇仿的那个作品呢,他的善雪文只是有一点那个,那种,那个深色的那种,那种黄印,他做不到像宋代那种善雪文啊, 你看他做的,看着那个,文理这么清晰,啊,包括现代的仿品,啊,昨天我给朋友们介绍,啊,你像叶洪明先生,那是中国陶瓷界的太斗,啊,专门仿这个,观摇歌摇,还有龙泉摇作品的大师,啊, 他自己的这个作品,就仿出了一件这种善雪文的那个观摇屏,啊,你看他那个观摇屏,其实他那个仿的那个水平啊,还是不妥于明清的那种仿品的那种水平,啊,也就是,也就是说和明清观摇的那个作品啊,仿的那水平差不多,啊,你要拿这件作品呢,你和咱们北京故宫,收藏的那件呢,就是四方的,粉青柚,开那种善雪文文片的那个花盆一笔啊, 你看你把那个作品放在一起一笔,北京故宫这件,啊,收藏的这个粉青柚,开善雪文的这个文片这个花盆啊,那明显呢,他的那个文路,那个文片的那开片的那种清晰度,要远远好于现代的这种方品,啊,那么在这个拍卖市场当中啊,你像那个苏富比加世德拍卖的那个最贵的作品,都没有这种善雪文,啊,你比如说,苏富比以一点多亿港币成交的那件, 啊,就是这个八方悬文盘口瓶,他那是灰青柚,他那个文片开的都是那个黑片,啊,不是这种善雪文,我上次在做节目当中,给朋友们点评过,啊,就是北京红太阳啊, 啊,在2011年拍卖的那件,这个,就是南宋官瑶粉青柚,那件作品,我说他是上品啊,啊,是真品啊,你看他那件作品,就是典型的, 资口铁卓啊,开这种善雪文的文片,啊,那个红太阳那件作品,2011年拍卖了1800万人民币,啊,那件作品是非常难得的, 那你像今年呢,今年三月份,啊,纽约加世德,给那个兰里杰先生,举行的那个专场拍卖, 当中也推出了一件那个南宋官瑶作品,啊,就是一件南宋官瑶胆评, 他那件作品呢,估价70多万美金,最后以200多万美金成交的,啊, 啊,你看他那件作品,都不是那种善雪文那种开篇,啊,他那件作品呢, 他是有那种陈年啊,带的那种沁斑发黄,他不是从那个文片里开出那种善雪文,啊, 而北京故宫收藏的那件呢,粉青柚善雪文花盆啊, 你看他的开篇那是纯正的善雪文开篇,反正我在咱们北京故宫看到的这些这个作品当中啊,啊, 啊,就是这件花盆是开的比较明显的这种善雪文,这种文片,啊, 另外呢,就是那个北京红太阳拍卖公司, 2011年拍卖的那件,啊,就是带有这种明显的善雪文作品的那件作品, 那也是一件粉青柚的作品,啊,因此这种特征啊, 应该讲尤其是粉青柚开这种善雪文的文片, 但是这个南宋官瑶当中啊,最名贵的,啊, 这个论断在这个明代尊生八尖,也就是在万历年间啊, 就已经被定义,被定论了,啊, 因此昨天我给朋友们,就是举了那个八方高祖杯的那个例子, 你比如说他月白佑,开这种善雪文, 那应该讲就是在官邀当中啊, 右色是处于第二等的,就是按照这个高连的这种评价,啊, 当然这种月白佑,你跟这个人的喜好有关系,啊, 你说粉青柚最好,月白佑次之,那是古代人的这种评价, 你要按现代人这种个性化的鉴赏品位的话, 他有可能好多人还喜欢这种月白佑,啊, 你像这种月白佑,开那种这个善雪文片的这种作品啊, 你看那相当的典雅,啊,高贵的那种感觉,啊, 尤其是带有那种子口,啊,月白佑, 气生开这种这个善雪文片的这种作品呢, 我自己是最喜欢的,啊, 我还真不喜欢那种啊,月白佑, 把那个气口全部包住那种厚佑的作品,啊, 啊,就露一点这种这个子口啊,啊, 气生,施这种月白佑, 然后开这种善雪文的文片, 这最漂亮的作品, 我个人理解是最漂亮的作品,啊, 2011年, 北京《红太阳》拍卖那件作品, 你看他那件作品, 子口的那特征也特别明显,啊, 开这种这个善雪文, 粉青柚,啊, 这种子口, 这应该就是讲最开门的这种南村官邀作品,啊, 因此朋友们就是理解这个问题啊, 你看他这个右下的那个形态啊, 咱们北京故宫, 公布过他那种啊, 就是微观上的那种形态, 他这种微观上的形态, 这种善雪文呢, 他是从那个开片当中渗出来这种土黄色,啊, 就是印的那个印记特别深呢, 而且这种印记, 开片的那种印记, 它是不规则的,啊, 就是好像有那种深一块浅一块那种感觉,啊, 那你看我自己把我昨天公布的那个作品,啊, 他那个右下那种开片的那种特征,啊, 我也给拍了一个照片,啊, 朋友们也可以借鉴一下,啊, 你看他这种开片的这种特征,啊, 那跟北京故宫的开片的特征都是一样的,啊, 因此这种带有这种善雪文开片的南宋官邀作品,啊, 应该讲就是在这个南宋官邀作品当中, 是极其罕见的,啊, 就是按照现在上拍的这个情况来看, 在这个成交率最高的几件作品当中,啊, 也就是北京红太阳, 2011年拍卖那件作品, 那是真正的善雪文,啊, 包括北京故宫典藏的, 像这个, 就是这件这个粉青柚的这种四方花盆,啊, 这是典型的善雪文,啊, 因此这种作品,啊, 绝不是像很多人就是把它挂在口头上理解的,啊, 他拿一件官邀气形的那作品, 只要一开片就管那叫善雪文, 不是,啊, 这个善雪文, 它是有色度要求的, 也就是说它那种深土黄,啊, 啊, 必须在文片当中反映出来, 那才是真正的宋代官邀的善雪文,